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景是网络服务无缝隙 智慧创新乐生活 与各界合作推动网络IPv6的升级发展 到了今年11月20号 我国IPv6的使用者比例已经超过50% 全球排名第16名 这次TWNIC IP政策资源管理会议涵盖了 网级安全 文运技术 国际合作 政策法规 IPv6部件等等的场次 最主要的就是要借由搜集各方社群的意见 来探讨IP政策资源的发展 怎么样来展现一个世界一个网络 One World One Internet 多方利害关系人的网络治理架构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共享稳固 先进跟安全的网级网络环境 这个工作跟我们数位发展部的核心任务 全民数位任性有密切的关系 任性指的就是从打击里面快速恢复而且成长 我们的全民数位任性包含社会产业跟应变三个面向 社会任性指的是人民跟政府守望相助 好比像说艾莎尼亚 他前总统Thomas Hedrich Hilvers 曾经在台湾Plus节目里面跟我分享 艾莎尼亚不但已经是把政府的重要资料 分开放在境外随时同步备份 而且他们在日常营运的时候 跟芬兰跟冰岛也共同围运X-Row这个架构 并不是从头自己打造 他们用的是Public Code公共城市 当作共用的交换层 这样子风险并不会过度集中 但是大家的使用方式以及资料空间 都是在多元一直的情况下保持联防 这样子可以确保彼此的自安 艾莎尼亚的经验示范出 多元一直跟社会任性互相加强 缺一不可 我们的资料系统都要保持多元 才有最全面的准备 人民跟政府只有守望相助 才能够有最缜密的防备 这次Operation Technology Seek 探讨了营运任性Operation里面 自通安全扮演怎样的角色 而Cyber Security Seek 特别从多面向来探讨 网络安全跟网络任性 怎么样两者并重 获得最佳的保护 在产业任性方面 我们的产业署是在各行各业 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 主动的数位转型来强化体质 在这个我们的议题上面 我们也看到 包含澳洲的战略政策研究所 国际网络政策中心 Bart Hogeven 介绍了目前联合国所发表 网络空间里面负责任国家 哪些网络行为才符合规范 而APNIC首席科学家 Joe Houston 也介绍了我们未来的网络需求 让大家更了解 现今在网络的规范 网络需求上面 接下来的发展趋势 在我们的产业各行各业 才能够预先 为将来面对挑战的数位转型 预作准备 此外在PolicySeek 我们也看到 亚太网络咨询中心APNIC 跟我们台湾网络咨询中心TWNIC 都会分享 最新的IP政策法规的实施现况 也欢迎大家提出 对IP政策的观点跟建议 作为未来政策制定的参考 而最后我们自通安全署 所负责应变任性 是说无论网络攻击从哪里来 我们都要确保资安无余 网络的使用者 跨越地理的限制 无远福建 虽然拉近了人跟人的距离 但是也大幅增加了 恶意攻击的可能性 怎么样全面强化 我国的资安跟网络韧性 这个是我们资安署的重大课题 因此我们也特别看到 IPv6 Deployment Seek的场次 有看到业者实际分享 网络网络运所需要的知识 分享IPv6的部件 对于整个网络网络的影响 之外更可以了解到 大家平常在使用的架构 是怎么样借由产观学研社的交流 跟国际相关趋势的扣合 才能够让相关的计划 执行跟政策 落实的时候 同时培育我国的资安检测 跟防护的量能 今年4月我代表台湾跟60几个代表 共同签署了未来网络网络宣言 DFI 在这个DFI宣言里面 我们指出 网络网络就是要透过全球 多方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携手治理 因此我非常高兴看到 这次我们会议的国际合作的Seek 特别邀请了亚太区 非常多国家的代表 共同来探讨网络规范的影响 我们莫达数位部持续鼓励 而且期盼大家共享数位的应用 促进民主和平法治永续发展 朝向确保人权自由的共同信念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大家齐聚一堂进行交流 共同讨论网络相关策略技术的发展 祝福论坛的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Live Long and Prosper